总统蔡英文上任后启动潜舰国造计划 落实国防自主 而今天她也亲自到高雄主持原型舰开工典礼 也宣告要进入造舰阶段 总统蔡英文致随时表示 透过动工粉碎掉先前 传出向美国采购不顺利的不实谣言 也要让世界看见台湾守护主权的强烈意志 而未来目标是要在2024年原型舰下水 到了25-2025年后展开测试 潜舰国造会进入新的里程碑 潜舰国造的厂房正式启用 蔡总统主持开工典礼 包括AIP处长丽英杰等多位贵宾也参加 电视墙播出各项装备输出许可跟技术文件 象征开启潜舰国造的时代 今天起Mate in Taiwan的潜舰 就要正式开始建造 就像永英高教机成功首飞的那一刻 所有的谣言都不公自破一样 今天潜舰的动工就是我们证明实际的成绩 粉碎谣言的开始 从编预算签约设计图再到建造 一路走来不容易 潜舰国造原型舰筹建计划总金额高达493亿 预计2024年原型舰下水 2025年交舰给海军做测试 打造6到8艘2500吨到3000吨级的自制潜舰 可搭配18枚重型鱼雷全面台湾老旧 柴电潜舰 潜舰国造是提升国防产业 落实台湾防卫战略及建筑需求的重要关键 总统为投入的工作伙伴加油打气 用行动证明推荐潜舰国造的决心 正式进入造舰阶段 落实国防自主 新的厂房已经正式来启用 未来在国建国造也迈入新的里程碑 以上是记者稍比 这位是我们在高雄的采访报导